我祝福神的天神 名字 阿拉伯文 阿拉伯文 阿里斯拉姆 这些是明确的天经的结文 我却把它降试成阿拉伯文的古兰经 以便你们了解 我借着启示你这部古兰经而告诉你最美的故事 在这以前你却是疏忽的 当时 优斯福对他的父亲说 我的父亲啊 我却一梦见十一颗星和太阳 月亮 我梦见他们向我鞠躬 他说 我的孩子啊 你不要把你的梦告诉你的哥哥们 以免他们谋害你 恶魔是人类公开的仇敌 你的主这样监学你 他教你缘门 他要完成对你和对伊尔古巴的后裔的恩典 犹如他以前曾完成对你的祖先 以布拉辛和伊尔古巴的恩典一样 你的主却是全智的 却是智锐的 在优斯福和他的哥哥们的故事里 对于顺问者却有许多迹象 当时 他们说 优斯福和他弟弟在我们的父亲看来比我们还可爱的 而我们是一个强壮的团体 我们的父亲却在明显的迷雾之中 他们说 你们把优斯福杀掉或把他抛弃在荒原的地方 你们父亲的慈爱就专属你们了 而你们还可以成为正直的人 他们当中有一个发言人曾说 你们不要杀死优斯福 你们可以把他投到井里 要是你们那样做了 一些过路的旅客会把他拾去的 他们说 我们的父亲啊 你对于优斯福怎么不信任我们呢 我们对于他却是怀好意的 明天 请你让他和我们一同去 娱乐兮兮 我们一定保护他 他说 你们把他带走 我实在放心不下 我生怕在你们疏忽的时候 狼把他吃了 他们说 我们是一个强壮的团体 狼却吃了他 那我们真是该死了 当他们把他带走 而且一致决定把他投入井底的时候 我启示他说 将来你必定 要把这件事情 在他们不知不觉的时候 告诉他们 傍晚 他们哭着来见他们的父亲 他们说 我们的父亲啊 我们四爱跑时 使优斯福留守心里 不料 狼把他吃了 你是绝不会相信我们的 即使我们说的是实话 他们用夹血 染了优斯福的唇衣 拿来给他的父亲看 他说 不然 你们的私欲 纵由你们干了这件事 我只有很好的人呢 对你们选述速的事 我只能求助以真主 旅客们来了 他们派人去吸水 他把水桶坠下进去 他说 啊 好消息 这是一个少年 他们秘密的把他当作货物 真主是周知他们的行为的 他们以廉价 可数的几个银币 出卖了他 他们不是联系他的 那购买他的埃及人 对自己的妻子说 你应当优待他 他也许对我们有好处 或者我们抚养他做义子 我这样是优作佛在大地上获得地位 以便我教他圆满 真主对于其事物是自主的 但人们大半不知道 当他达到壮年时 我把智慧和学识赏赐他 我这样报仇 行善者 他的女主人把所有的门都紧紧地关闭起来 然后勾引他说 快来拥抱我 他说 求真主保佑我 他是我的主 他已优待我 不义的人不会成功 他却向往他 他也向往他 要不是他看见他的主的名震 我这样为他排除罪恶和丑事 他却是我的忠实的仆人 他俩争先恐后地奔向大门 这时他把他的衬衫从后面撕破了 他俩在大门口遇见他的丈夫 他说 想见乌女的眷属者 他的报仇只有监禁或统臣 他说 是他勾引我 他家里的一个人作证说 如果他的衬衫是从前面撕破的 那他说的是实话 而他是说谎的 如果他的衬衫是从后面撕破的 那么他已说谎 而他说的是实话 当他看见他的衬衫是从前面撕破的时候 他说这却是你们的诡计 你们的诡计却是重大的 又说 派人去把他们邀请来 并为他们预备了一桌席 发给美人一把小刀 他对Yosef说 你出去见见他们吧 当他们看见他的时候 他们赞扬了他 他们都被他迷住了 以致参刀割伤了自己的手 他们说 哎呀 这不是一个凡夫 而是一位高洁的天神 他说 这就是你们为他而责备我的人 我确已勾引他 但他绝身自好 如果他再不听我的命令 他势必要坐牢 他势必成为自甘下贱的人 他说 我的主啊 我宁愿坐牢 也不愿响应他们的召唤 如果你不为我排除他们的诡计 我将依恋他们而变成愚人 他的主就答应了他 而且为他排除了他们的诡计 他却是全聪的 却是全职的 他们看见许多迹象之后 觉得必须把他监禁一个时期 有两个青年和他一同入狱 这个说 我却梦见我炸葡萄汁 酿酒 那个说 我却梦见我的头上顶着一块大饼 纵鸟飞来啄食 请你替我们圆满 我们的确认为你是行善的 他说 无论谁送什么食物给你们俩之前 我能告诉你们送的是什么 这是主交给我的 有一个民族不信仰真主 不信仰后世 我确于抛弃他们的宗教 我 从我的祖先 以不拉新 以撒和耶顾巴的宗教 我们不该 以任何物配真主 这是真主 是于我们和世人的恩惠 但世人大半不 感谢 两位难友啊 是许多涣散的主宅更好呢 还是独一万能的真主 更好呢 你们舍真主而崇拜的 只是你们和你们的祖先 所定的一些偶像的名称 真主并未加以证实 一切判断 只归真主 他命令你们 只崇拜他 这才是正教 但世人大半不知道 同间的两位难友啊 你们俩 有一个要替他的主人针灸 有一个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而飞鸟飞到他的头上来捉食 他俩所询问的事情 已被判决了 他说 请你在你主人面前替我伸冤 但魔鬼 使他忘记 他主人面前替优斯福伸冤 以致他在监狱里 待了几年 国王说 我却梦见七头 肥胖的牛 被七头干瘦的牛 吃掉了 我又梦见 七岁青麦子和七岁干麦子 是从梦啊 你们替我圆圆这个梦 如果你们是会圆梦的人 他们说 这是一个恶梦 而且我们不会有圆梦 曾被树幼 而且在一个时期之后 想起优斯福的那个青年说 我将告诉你们关于这个梦的信息 请你们派我去吧 优斯福 忠实的人啊 请你为我们圆圆这个梦 七头胖黄牛 被七头瘦黄牛吃掉了 又有七岁青麦子和七岁干麦子 我好回去告诉人们 让他们知道这个梦的意义 他说 你们要连种七年 把你们所收获的麦子 都让它存在碎子上 只把你们所吃的少量的麦子打下来 此后 将有七个荒年 来把你们所预备的麦子吃光了 只剩得你们所主藏的小量的麦子 以后将有一个分年 你们在那一年 要得到雨水 要榨葡萄酿酒 国王说 你们带他来见我吧 当使者到来的时候 他说 请你们回去问问你的主人 曾经把自己的手搁伤了的那些妇女 现在是怎样的 我的主是全知他们的诡计的 国王说 你们勾引优斯福的时候 你们的事情是什么 他们说 哎呀 我们不知道他有一点罪过 权贵的妻子说 现在真相大白了 是我勾引他 他却是一个诚实的人 这是因为要他知道 在背地里我并没有不忠于他的行为 而且要他知道真如 不诱导不忠者的诡计 他说 我不自称清白 人性的确是纵有人作恶的 除非我的主所怜悯的人 我的主却是致设的 却是致辞的 国王说 你们带他来见我 我要是他为我自己所装有 他对国王说话的时候 国王说 今天 你在我的狱前 却是受崇高 品级的 是可以信任的人 他说 请你任命我管理全国的仓库 我却是一个内行的保管者 我这样是 尤斯福在国内获得权利 让他所要的地方占优势 我把我的恩赐 降给我所抑郁者 我不会让行善者徒劳无仇 后世的报酬 对于信道 而且敬畏的人 将是更好的 尤斯福的哥哥们来了 他们进去见他 他认出了他们 而他们没有认出他 当他以他们所需的粮食 供给他们之后 他说 你们把你们同父的弟弟 带来见我吧 难道你们不见我 把足量的粮食给你们 而且我是最好的东道主吗 如果你们不带他来见我 你们就不能从我这里购买一颗粮食 你们也不得临近我 他们说 我们要恳求他父亲 允许我们带他来见你 我们必定这样做 他对他的同仆们说 你们把他们的财物放在他们的粮袋里 他们回去的时候 也会认出这些财物 也许会再来一趟 他们回去见了他们的父亲 说 我们的父亲啊 人家不准再给我们粮食了 请你派我们的弟弟和我们一同去 我们就能拿粮食来 我们一定把他保护好 他说 对于他我能信任你们 正如之前 对他哥哥 我信任你们一样吗 真主是最善于保护的 他是最慈爱的 当他们打开自己粮袋的时候 发现他们的财物都已退还他们了 他们说 我们的父亲啊 我们还要求什么呢 这是我们的财物已退还我们了 我们要为我们的眷属而买粮食 要保护我们的弟弟 我们可以多驮一些粮食 那是容易获得的粮食 他说 我不派他和你们一同去 直到你们只真主而和我立约 你们势必带他回来见我 除非你们全遭祸患 当他们和他立誓约的时候 他说 真主是监察我们的盟约的 他说 我的孩子们 不要从一道城门进城 应当分散开 从几道城门进去 我对于真主的判决 毫无批意于你们 一切判决只归真主 我只信赖他 让一切信赖者 只信赖他吧 当他们宗教父亲的命令而建成的时候 他对于真主的判决没有丝毫辟疑 但那是耶尔顾伯心中的一种希望 他已把他表白出来 他曾受我的教诲 所以他是有知识的 但世人大半不知道 当他们进去见 他拥抱他弟弟 他说 我却是你哥哥 你不要为他们过去的所作所为而悲伤吧 当他以他们所需的粮食供给他们的时候 他使人把一个酒杯放在他弟弟的粮袋里 然后一个传唤者传唤说 相对啊 你们却是一伙小偷 他们转回来说 你们丢了什么 他们说 我们丢了国王的酒杯 谁拿酒杯来 给谁一坨粮食 我是保证人 他们说 只信赖发誓 你们知道 我们不是来这里捣乱的 我们向来不是小偷 他们说 偷窃者应受什么处分呢 如果你们是说谎的人 他们说 偷窃者应受的处分 是在谁的粮袋里搜出酒杯来 就把谁当奴仆 我们是这样惩罚不义者的 优斯福在检查他弟弟的粮袋之前 先着检查了他们的粮袋 随后在他弟弟的粮袋里 查出了那支酒杯 我这样为优斯福定计 按照国王的律令 他不得把他弟弟当奴仆 但真主抑郁他这样做 我把他所抑郁的人提升若干击 每个有知识的人 上面都有一个全知者 他们说 如果他偷窃 那么他有一个哥哥 从前就偷窃过 优斯福把这句话 埋藏在心里 没有 对他们表示出来 他暗暗的说 你们的处境是更恶劣的 真主是知道 你们所叙述的事情的 他们说 权贵啊 他的确有一个龙肿的 老父 请你以我们中的义人 代替他做奴夫吧 我们的确认为你是行善的 他说 愿真主保佑我们 我们只把发现其凉带里的酒杯 当做奴夫 否则我们必定是不义的人 当他们对 优斯福绝望的时候 他们离席而秘密会议 他们的大哥说 你们的父亲曾要求你们只真主发誓 难道你们不知道吗 从前你们怠慢了优斯福 我绝不离开这个地方 直到父亲允许我 或真主为我而判决 他是最公正的判决者 你们回去见父亲 然后对他说 我们的父亲啊 你的儿子却一偷窃 我们只做正我们所知道的 我们不是保证优选的 请你问一问 我们曾经居住的这个城市里 与我们同行的船队吧 我们却是诚实的 他说 不然 你们的私欲纵由你们做了这件事 我只有很好的忍耐 但愿真主 把他们统统带来给我 他却是全知的 却是智瑞的 他不理睬他们 他说伤在 优斯福 他因悲伤而两眼发白 他是压抑住性子的 他们说 只真主发誓 你将念念不忘优斯福 直到你变成憔悴的或死亡的 他说 我只向真主诉说我的忧伤 我从真主那里知道你们所不知道的 他说 我的孩子们 你们去打听优斯福和他弟弟的消息吧 你们不要绝望于真主的恩典 只有不信道的人才绝望于真主的恩典 当他们进去见优斯福的时候 他们说 权贵啊 我们和我们的眷属遭遇了灾害 只带来一些劣质的财物 请你给我们充足的粮食 请你施舍给我们 真主一定会报仇施舍者 他说 你们知道吗 当你们是愚昧的时候 你们是怎样对待忧优斯福和他的弟弟的呢 他们说 怎么你呀 真是忧优斯福吗 他说 我是忧优斯福 这是我弟弟 真主却降恩于我们 谁敬畏 而且奸人 必受报仇 因为真主 必不是行善者徒劳无仇 他们说 只真主发誓 真主确疑从我们中拣选了你 从前我们确实有罪的 他说 今天 对你们毫无谴责 但愿真主饶恕你们 他是最慈爱的 你们把我的这件衬衣带回去 把它闷在我父亲的脸上 他就会恢复势力 然后你们把自己的眷属全部带到我这里来吧 当商队出发的时候 他们的父亲说 我却已闻到忧优斯福的气味了 要不是你们说我老糊涂 他们说 只真主发誓 你的确还在 旧有的迷雾之中 当报仇者来到 他就把那件衬衫门子到他的脸上 他的脸睛 立刻恢复了势力 他说 难道我没有对你们说过吗 我的确从真主那里知道 你们所不知道的 他们说 我的父亲啊 请你为我们求饶 我们却是有罪的 他说 我将要为你们向我的主求饶 他却是制舍的 却是致辞的 当他们进去见优斯福的时候 他拥抱他的双亲 他说 你们平安地进入埃及吧 如果真如意欲 他请他的父亲坐在高座上 他们为他而瀑布叩头 他说 我的父亲啊 这就是我以前 孟昭的解释 我的主 已是那个孟昭 变成事实了 他却忧待我 因为他把我从监狱里释放出来 他在恶魔离间我和我哥哥们之后 把你们从沙漠里带到了这里来 我的主 对他所抑郁者 却是慈爱的 却是全知的 却是智瑞的 我的主啊 你却以赏赐我一部分政权 并教我一些圆满的知识 天地的创造者 在今世和后世 你都是我的主宰 求你使我成为顺从者而死去 求你使我入于善人之恋 那是一部分 幽玄的消息 我把它提示给你 当他们用继母决策的时候 你不在他们面前 你虽然切望世人信道 但他们大半是不信道的 你不为传授古兰经 而向他们要求任何报仇 古兰经只是对世人的教诲 天地间有许多迹象 他们从旁边走过而不注意 他们虽然大半信仰真主 但他们都是以物配主的 难道他们不怕真主 惩罚中的大灾降临他们 或复活时 在他们不知不觉中 突然降临他们吗 你说这是我的道 我号召人们信仰真主 我和随从我的人 都是依据名正的 我正真主超绝万物 他不是以物配主的 在你之前 我只派遣了许多居民中的若干男子 我启示他们 难道他们没有在大地上旅行 因而观察前人的结局是怎样的吗 后世的住所对于敬畏者是更好的 难道你们不理解吗 直到纵使者绝望 而且猜想自己被欺骗的时候 我的援助才来临他们 而我拯救了我所抑郁的人 我所驾驭犯罪的人们的惩罚是不可抗拒的 在他们的故事里 对于有理智的人们却有一种教训 这不是伪造的训词 却是证实前经 详解万事 向导信事 并施以慈恩的